挺值得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的網友都說 真的會怕不怕會核戰呢? 看到很多 之前都說過普京不想輸 不過他現在在戰略上失利 他把那些軍方軍隊的人力物力 都集中了在烏東地區 但還是攻不進 他其實很明顯是想拿一個快的落台街走的 但是真的攻不進 而美國的戰略意圖很明顯 一次又想拖軌俄羅斯 而英國Alissi也說了 我們英國最後的戰略目逼 是要將所有俄軍驅逐出烏克蘭的境內 那最後會不會真的變成一個核戰呢? 你看到昨天普京的發言人 就說會用Satan-2去炸英國 我覺得他只是說的 但是我真的有點怕他發瘋的 真的會怕他發瘋的 雖然真的會怕他發瘋 真的會怕他發瘋 因為真的核戰的話 大家說真的 我在英國也好 你在全世界哪個國家也好 都是可以有特殖 都是MAD的 還有一些經濟 因為我們說俄羅斯 他在特殊兼備裡面來說 他的核比常是多的 他的常規武器一件一件 你想想他的裝甲部隊就是這樣的了 他們的空天部隊是不會採裝甲部隊的 你死你死了 我不想我的機器又被人家撿下來 這些直升機是亂來的 直升機和洛軍沒有什麼聯合的 海軍又被炸沉了莫斯科豪 還不怕海軍都縮了 黑怪艦隊還敢出來 不是的這個看到在昨晚晚上這個 這個英國國防部的情報update 他說其實有20艘的俄羅斯軍艦 在這個Odessa對開水面 這個很危險 這個包括潛艇 我不知道英國怎麼看到潛艇 他根據英國昨晚晚上這個國防部的消息 就是說有20艘的潛艇 在這個Odessa 他覺得俄羅斯是會有intention進攻這個Odessa 但是他沒有陸軍支援 他只有海軍打 他陸軍支援完全過不了力量 所以就直接打 變成只用missile去打 這個我怕是做一個 可能是一個兩棲攻擊作戰 將他的軍廣一波打沉 作為一個報復 我覺得有機會是一個報復戰 因為始終根據這個國防情報 當時擊沉了這個莫斯科號 就是在這個Odessa附近的一個發射場 我覺得這個是純粹一個報復式的作戰 但是不過有另一個危機 就是說因為其實黑海的海口 已經被土耳其封死了 他海軍其實是補充不了 這個在黑海失去了的戰略莫斯科號 旗艦說真的你可以鑽旗艦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是說旗艦尋了 你最重要是指揮官沒事 還有一艘船的radio receiver transmitter 是ok的話其實可以轉旗艦 在指揮系統上不是那麼大不了的 只要有一艘可以指揮的艦就可以 但是不過問題是他會不會去冒險 我可能進攻有一些更加多的Neptune飛過去 甚至可能有更加多的Spear 3 或者是Brainstone 3飛過去 去炸你的艦隊又補充不了的話 那其實黑海玩他就玩完了 黑海艦隊他敢不敢攻擊這件事 就是看看他會不會在 敢不敢在Odessa做一個兩棲攻擊作戰 這個就是看看他會不會肯做 看看他敢不敢攻擊他的黑海艦隊 因為我想那些登陸艦他過例 其實那些兩棲部隊過去 我想之前在馬里乌波爾他們都試過兩棲登陸 也覺得是被艾出勁打回頭 所以就要看Odessa 他覺得他們的軍力是怎樣 但是我們猜都是空多吉少的 大家看地圖講起Odessa這個情況 大家要知道Odessa的位置在這個位左右 但是他西南邊其實還有很大片的烏克人領土 那就和這個望爾多瓦就接壤的 這一片的領土和Odessa的聯繫 很主要是通過一條橋 這條橋這幾天就經常被人炸 就是這條橋 大家要知道這條橋的重要性可以怎樣說 有些基本上好像青馬大橋 相對於這個新機場那樣的感覺 我想有點像什麼三文興 有點像克利米亞 回到俄羅斯本土的橋 對 那條橋就和這個重要性一樣 就是你沒有那條橋 會死的 但是問題是你很不方便的 剛才Anson Hain說的這個黑海對面 有20艘的俄羅斯戰艦在這裏集結 他們就是在想他會不會想打壞這條橋 然後就佔了這一部分的 關於烏克蘭的這些領土 因為佔了這個之後 你對Odessa就變成了另外一個進攻方向 之前尼古拉耶夫在這裏 他們進展不了尼古拉耶夫 所以威脅不了Odessa 但是吃了這一部分之後 很好 又可以威脅莫爾多瓦 又可以連接他們自己飛地的那一部分 又可以在另外一個方向 對Odessa有這個威脅 所以這一招是 其實這一招是聰明的 在戰略上這一招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第一 之前他們想不到的嘛 搞這麼久 第二就是他打那條橋 我現在進攻我經常有個歪痕的感覺 大哥那條橋以你的艦隊威力 你不是隊伍一條橋是吧 你那些艦你就算不敢走過來 你的艦本身都應該有對陸攻擊的那些飛彈 一條橋而已 大家看看這條橋不是特別同位的 不是說什麼很大條的 高登基那些來的 不是的 就算高登基幾十艘艦 你不斷扔幾個飛彈過去 一定會爛的 真的一定會爛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 他們現在受到的攻擊次數比較少 大家看到就是 這條橋有損毀 但是就有些歪痕 沒損的 很奇怪 就是以世界第二的軍力 還有一定的副船量的武器 精準的武器都會有 都是打到這樣的 你不衰些說 都會 他們之前在做什麼 他之前想不到這件事嗎 他如果真的想全線攻擊烏克蘭的話 這個是一個戰略重地 奧德沙 為什麼奧德沙 港口出口是非常之多的 那你攻佔奧德沙 你就可以真的完全連接這條六橋 就是他們所謂的 由克里米亞一直到 這個他們的 在莫爾多亞飛地那邊 都可以完全連接 為什麼搞這麼久才打 想怎樣 其實這個是和他一開始戰略有很大的關係 看了之前有部分 我好像早幾天的MI6的報告 就是說其實進攻烏克蘭這個決定 是集中了在普京周邊很多的人 很多前線的將軍 甚至是做一些去計劃的將軍 都覺得他口講打的 不是真打的 誰知道他真的真打的時候 他就糟糕了 因為他要去攻擊計劃的時候 他都沒有想過去打烏克蘭 我怎麼突然把計劃出來給你 什麼事呢 就一邊打一邊計劃 問題是當你打一邊計劃的時候 就很大一個sign-off effect 因為人是越接近你的事情 你會先想的 所以我已經在前面打 不如想到前面打一個城市 下一步都還沒有打 更何況 全面戰線的事情 他更加不會想 想都沒有想過 所以到現在 他在部分撤軍停一停的時候 可能才會想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整個戰略 打是怎樣 打整個圖是怎樣 我很懷疑現在才有 第二個就是 其實這次 莫斯科去攻打烏克蘭 很大機會是 相信 他指俄羅斯的軍情誤處 不是英國的 俄羅斯的軍事情報局誤處 是普京自己去設定出來的 是根據當年蘇聯的體制 那他做些什麼呢 他最主要做的目的就是去收買對方的軍事人員 以及收買對方的一些反對派的人員 這個是他軍情誤處所做的事情 但是不過 現在軍情誤處的頭 就剛剛被人抓了 那就不知為什麼了 那外界推測就是 因為其實去收買人這些錢 不會出張單給你的 例如說 我收買了你10億 然後不要開張單給我 我要跟我老闆交代 不會的 這些事情 那可能就是說 那些收買的錢 就中間被人抓了甲棍 然後給了一些假的報告 給普京 那幫人被我收買了 你打一打他就投降了 這樣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想過 全面的戰略作戰 因為打算打一打他就投降 不過問題就不是 還有這個人很大機會是 為什麼美國掌握到 這麼準確的情況 他什麼時候打呢 就有人懷疑 就是說這個人 是不是向美國提供了情報 希望美國 阻止莫斯科去打烏克蘭 從而他落甲棍的內幕集 會被人揭穿 是有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是 普京是被他自己的情報人員握了 從而令到他下面的將軍 沒有那麼長遠的作戰計劃 到這一刻 他才想到整個作戰計劃 戰略上是應該怎樣打 所以現在才想起這條橋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人打 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是 終於領導了一個總體指揮的將軍 就是他在 克里米亞那邊駐守的南部戰區的總指揮 所以他的現在的攻勢看起來 就像一些戰略思維打出來的 雖然都是多方面同時作戰 我們覺得是比較愚蠢的 以俄羅斯現在的軍力來說 但是起碼是遲養 叫做一些戰略事件出來 看看到時這一方面的進展如何 暫時都只是這條橋受到攻擊 還有可能會有兩棲作戰的出現 但是暫時都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要再觀察 喀爾松那邊我們就要再觀察 喀爾松也挺拉脫的 有一部分的烏克蘭在 我們說東北和西北兩邊 是包夾著喀爾松市中心那邊 但是他們也有部署的 俄羅斯也有重兵在那裡 這邊也是拉脫的 變成是烏南地區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大家看到 近期那些空中 就是我們說包括那些戰機 那你就看到俄羅斯也有多少戰機被人打下來 就是烏南這邊是很難想像的 為什麼?好像烏克蘭 現在近期的反擊都很銳利 如果我們看到他擊落對方的 蘇34、蘇35、蘇25 都很多片段 就是我們看得到 所以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 就是烏南這麼惡劣 不過要反攻的形勢都還要等下 就是重武器等等 又要再等它來 我們昨天說過 接下來越來越多的重武器 會過來的 就是M777已經超過了四伏五門 現在過了烏南 有人要接受培訓 頭五十位接受了第二批 又去做培訓 然後回來繼續做總指教官 我記得看昨天美國update 說M777其實已經是烏克蘭有戰果了 正在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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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已經在用了 而且根據他們已知的情報 其實已經有第一個擊殺紀錄 M777在烏克蘭 正在用了 而且根據英國方面的情報 即是國防部 那邊的長遠策略 就說中長期的策略 在烏克蘭戰爭 他會在波蘭訓練 這個烏克蘭的軍隊 用這個北約制式的裝備 希望可以在一個中短期之內 可以令到烏克蘭能夠使用 北約制式的重裝備 包括戰鬥機 那其實是不是英國想 買颱風去烏克蘭 我們又看看 如果他和波蘭可以訓練得比較好 F-16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看一看 我們都之前跟三文說 有機會可能 波蘭和烏克蘭 接下來兩邊的軍備 都應該比較相似 也壞些說 兄弟幫有些什麼事 大家的後勤、戰機 大家統一指揮一起出 波蘭加烏克蘭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回俄羅斯也夠抽 有什麼零件 這個就邊境交收 有些什麼人可以互相交換 哇真是 這些兄弟加起來 他們可能會搞到 好像美國和加拿大 基本上你都分享一個海關 大家要知道 入美國境過加拿大 比如說你飛來美國這邊 在加拿大轉機的話 你應該入了美國境 通關是在加拿大 我想以後 波蘭和烏克蘭 都有可能會變成類似的情況 大家現在知道 所有軍援都在波蘭進去 鐵路運輸 甚至化整為零 用公路運輸 都有很多 其實如果 烏克蘭入了北約更加不用想 入了歐盟更加不用想 如果他簽了神巾 神巾不用護照 沒有邊境的 可以走可以走 如果你有神巾的時候 你拿著 基本上你可以在這個 現在的神巾 你在波蘭 一直走下去 這個波蘭 完全沒有人去查 如果他將來加上 歐盟簽了神巾 就連邊境的問題都沒有 歐盟 現在的歐盟 也有一點點點 好像奧地利那邊 好像不是很妥 大家要記得 我記得奧地利的總理之前 是差不多第一批去見澤連司機的 他那個總理還要湧到去見普京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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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 還沒算第一批 但是也是很早去的 還有他是湧到去見普京的 就是跟普京說 你不是太行 他噴普京的 是啊 是一個非常不友善的會面中 車普京兩夜 都挺有 這個人 起碼好過 Macaron 在這個場桌 那裡聽人訓話 但是就很奇怪 現在反而奧地利的外長 就說他覺得 支持烏克蘭不用進歐盟的 有很多方法的 比如說能源供應 比如說互相合作 比如說經濟合作 想想小喇叭 你說得這麼多 那就得到歐盟 有什麼區別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有點奇怪 我覺得 會不會是奧地利是德國把手來的 德國叫他 喂 大家同盟同種 你先幫我講一聲 我不好意思 現在搞他 我現在還在搞他的武器 我再出聲 那些人幫我拿 你先幫我拖他一會 你拖多幾句 我會來幫忙 始終大家都是German 我們幫幫忙 有可能是奧地利本身內部政壇 就是勢力內鬥也都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現在進入歐盟都未必是 沒有我們原先想像那麼順利 因為當時的歐盟委員會去到 那個會長 那些德國的女士 還要去到給澤連司機 親自交個申請 表報一下他 澤連司機填好 給回 現在反而在這個手續上 就有些問題的 因為歐盟成員國 如果不是一致同意的話 好像手續上是不可以 將這個新的會員加入 就是將這個東西加入 他們討論的事項 就是第一步都進不了 這個是要歐洲些 歐洲的大哥去搞定他 可能又要美國人出手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 這件事可能都是要一些 德國、法國的那些 他們做個協助 開會、喊工 所以這件事都有點暗容 這件事